蒙面唱江三迎来天王级歌手,全程评委起身鞠躬致敬,最新一期蒙面唱江猜猜猜,又迎来了几位实力大咖,其中一开场就和大张伟,乌启贤组成MOS片团的兼代侠最受关注,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注意,收视率更是在持续上升,人们都在好奇兼代侠到底是谁呢? 今年的蒙面唱江猜猜猜猜,让人眼前一亮,节目除了实力唱江的比拼,猜评团的角色也有自己的定位,陶金莹作为主控场,大张伟综艺咖,而乌启贤则为唱江专业剖析,爱乐承担唱江故事背后的情感问题,更有一个超级机器人给猜评团带来帮助,这样的组合给节目大放光彩,并带来一种新鲜感, 据上次的闲不住的特娘子和没朋友的球鞋侠等等之后,蒙面唱江猜猜猜持续升温,热度不减,收视飙升的同时,本期节目中也迎来了三位自称NMBOYS的蒙面 唱江唱着TFBOX的青春修炼手册,以组合身份欢乐登场,也是第一次组合身份登场,震惊了全场,之后戴着红色面具的肩带侠也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,通过太平团的问答,我们得知她曾与王妃,张子怡,张曼玉等一线女明星都有合作过, 还是多惜全能一人,好曾得到影币和最受欢迎男歌手,如此重量级身份,引得全场惊呼不断,陶经营更说,她已经是天王级的人物,张伟也是发出赞同,之后喜欢煎蛋的煎蛋侠,还在现场支摊煎蛋,很有爱,最后独唱了一首《遇见》, 温暖的声线立马让蔡平团猜出,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,因为她的声音被很多真爱粉记在心里,所有声音一出来,人们瞬间猜出了她就是黎明,之后她见面就是黎明,黎天王年轻时候的颜值可是妥妥的称霸港台流行夜谭啊,一张脸和声线,唤起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,那些离世情歌,现在听起来深情依旧, 真是陪伴了一代人的回忆啊,她的歌曲富有独特的个人色彩,再加上深情演绎,温暖的词曲,奠定了黎明的歌唱路线,而今夜你会不会来是黎明的成名曲,也使她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,让全国观众瞬间记住了她的面容,歌声也留在了人们的心中,不管娱乐圈变化多快,黎明在港台乐坛辉煌时期, 永远是一个里程碑,也永远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和不可磨灭的记忆,不知道下一次蒙面现身的,会不会是另一个天王呢?